印度耗资50亿建造大坝 自称已超越三峡 开闸4秒后自己都笑了 提起印度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印度不仅有着奇葩的风俗习惯 还特别喜欢与中国攀比 还在各个领域都放言要超越我国 其中基建就是他们喜欢对比的一个领域 在看到我国著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后 更是非常眼红 想在自己的国家 也建设一个可以超越三峡大坝的伟大工程 毕竟印度也经常遭遇洪涝灾害 也给当地的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而修建一个大坝也能很好地改善这种情况 于是他们就耗资50亿建造了一个大坝 甚至还央言 这座大坝建成后完全可以超越三峡大坝 但我国的三峡大坝在建造时就已经耗资上千亿 而且工程之难也是世界之最 印度在投资耗费上就已经比不过我们国家了 而且在大坝建成后 他们更是四处宣传 在开闸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人前去围观 但当所有人正满怀期待地看着这座大坝时 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看着只有短短的四秒就出现了窥霸的现象 很多围观的群众都受了伤甚至差点丢了命 所以只关注速度不关注质量是万万不可的 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看法